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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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在走呢 还有那些 刚往上的这一位面头 阿尔法那时候多大 那时候应该是在七岁 九岁不到十岁 爱我你的爸爸 我是十二岁 这个是十一岁 两次连上春晚 今晚天天上照 带你走进春晚背后的故事 回顾春晚明场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祝你好运来 好运来 爱要喜和爱 好运来 我们好运来 迎着好年 希望发达同时代 欢乐欢乐 欢乐欢乐中国年 欢乐笑声点成点 欢乐欢乐中国年 这里是湖南广播电视台 湖南广播电视台 湖南广播电视台 亲爱的全世界的华人朋友们 又一年春节来到了 我们如约相聚在这里 在这里 我们首先向全国各族的兄弟姐妹们 拜年了 我们向港澳台同胞拜年 我们向海外华人华侨拜年了 拜年了 我们向全世界各地的华夏儿女们 拜年了 拜年了 我们向所有坚守在自己岗位上的朋友们 拜年了 我们在这里祝大家 新春快乐 好 欢迎大家收看由五八同城独家冠名播出的 天天向上 现在上五八同城新冻节 领吃住玩乐行优惠卷 点亮春节回家路 刚才我们要特别感谢刘欢 韩红 田震 刘德华 周继伦 王菲 谢霆锋 给我们带来的开场秀 各位要欢迎我们的迪平老师 欢迎 我听到这阵容 这位倪平老师是货真加实 对不对 这个倪平老师一出场 往这一站 感觉春晚就要开始了 以前我们有一句话 过年看春晚 春晚就看您了 我没想到 你们天天向上也是 胡说八道 怎么了 你刚才说那个年看春晚 就是等着看倪平 我已经错了 那个年看春晚 所有的节目观众都特别喜欢 于是我就沾着他们的光 千许 像现在呀 湖南卫视 疙瘩卫视 全办春节晚会 然后你们把我的人都抢走了 哪儿啊 所以我们今天就抢最主要的 我们把您都抢来了 对 您来了 我们的同壁声辉掌声鼓励 哇 谢谢 那到目前为止是一共多少届春晚 参加了多少次 我十三届 十三届 哎呦哎 第一次上春晚的时候 什么感觉 我第一年上春晚的时候 我就基本上没主持过什么大型晚会 而且我当时看到什么赵忠祥老师 还有宋世雄老师 还有李瑞英 张沪民 菊萍 李洋 我上去跟他们同台的时候 我一点不处 我就是胆子大 其实就是出生牛都不怕虎 一伙也是 根本不认识虎 是有多虎 是不是 就是这么厉害 在我们眼里就没有虎是吧 一伙 有 有 也怕 你的虎是谁 我 你的虎是谁 你的虎是谁 我 你看我 看我干嘛 看我干嘛 我也不知道 就是他们 是是是 可能还没遇上吧 还没遇上 是是是 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说 无知者无畏就是没遇上 到现在也没遇上 我也是这样 胆大 嗯 春晚上啊 倪萍老师有很多很多 经典的主持场面 给我们所有的朋友 都留下了非常深刻 难忘的印象 我们首先通过一段视频 来看一看 倪萍老师在春晚当中的 高光时刻 好 这是我第一年参加春节晚会 对 好 春节好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春节好 好 首先向全国各民族的兄弟姐妹们拜年 我的上联是梁晨歌盛世正民盼小康国真大友 下联是美景聚银银花船景促喜笑语欢声我们的横梯都是 羊年大敌 此刻 北京时间伴随着我们生命的律动 北京时间 北京时间中国 左手一条高速路 右手一座航天城 此时此刻 全世界的华夏儿女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视屏幕 第一次看到黄河水样的全貌看到了我们的母亲和 这四幅照片呢已经被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所收藏 她是我们年轻的共和国由贫穷走向富裕的一个历史的见证 熊慧同志真的是饱含了对人民无尽的爱 40年来始终如一日的把镜头对着我们普普通通的农民 将这瞬间变成了永恒 我们再次的感谢她 林老师这真的是情绪特别饱满 你听了以后心里都觉得敞亮 听了一个声音啊 对对对 特别明亮 您自己看了那么多之后 您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年 现在徐老师那个摄影啊 对对对对 说一个摄影师每十年去你们家拍你全家 40年后再拍家里有的老人去世了 但是你看从衣着房子人的精神面貌 他通过这个照片体现祖国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精神和从前完全不一样 对 那个时候会有温暖 大家能够静下心来听 那那个时候也是高跟鞋 就一直都站几个小时的那种 我差不多不曾坐下过 实在太累了 就找一个过道 把鞋脱了 带块布铺在地上 光着脚丫子 靠在墙上 因为那时候我们穿的旗袍都是 不能坐 一坐衣服就皱了 真丝的 但是有褶 顶多是靠一魂 这是一个标配 你不是什么优点 说它真能吃苦 没有 你试试像这样的衣服 如果都是褶子的 那衣服节目组的还行 除了不除了不除了 以备不时之躯吗 我们从建立剧组开始 导演在搜集节目 在开会 我一直在跟着 然后比如说我们这个春节 将要采访你们几个人 我一定得知道 汪涵他为什么能成为今天的这样 他仅仅是读书 肚子里有东西 还有另外的东西 我洗了 肚子里有东西 还有另外的东西 对 我都要把另外的东西 给他刨出来 然后大家 原来汪涵是这样一个 其实主持人就是伸着一双手 再拖着每一点 也许这个拖着根本就不管用 但有的时候就管打用了 对 就是心里有数 你看刚才姥姥说 他前面要做很大很大的功课 自己就成了一个吉祥化的 这么一个慈库 这叫我们来个小互动好不好 三分钟吉祥化奔机 就是过年的那种大开场 每个人一句 我们四个只有资格说 有请二位 你过年想着人要给你红包 你不说点吉祥化没问题 只要观众听了耳朵舒服就可以 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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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气 对对对 王一宝开始好不好 他最应该说了 你看观众对他多热情 感谢吧 心头肉 我们是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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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 你们的掌声 我说完了 大老师该你了 该你了 什么 观众掌声也算你说话 说一句 起码说一句 今天春节到了 我们怀着无比激动跟幸福的心情 向大家拜年了 她不仅拜年 因为过年的时候 各位每个人特别高兴 都能够吃好喝好 每个人都能够收到最大的红包 好不好 我希望在新的一年里 我们所有的上班族 都不要996 减少他们上班的时间 好好地休息一下自己 我希望所有的孩子 都能长高这么一块 我们所有的老人 都每天笑十回 这十回里边有五回 是孩子们给予的 另外的五回是老伴给的 这样是孩子成长 老人承受 即将过去的2019年 对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来说 都是无比幸福的一年 是歌唱祖国的一年 是我和我的祖国的一年 每个人都在2019年幸福着 习近平总数据说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而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在即将到来的2020年 我们要继续奋斗着 继续幸福着 孔哥 这怎么接 孔哥 孔哥 加油 在这里 要祝全国的观众朋友们 怎么吃都不胖 也行 你能不能以身作折 身体要渐渐坑坑 虽然去年多多少少有点跌跌撞撞 但是来年幸福指数一定要天天向上 天天向上 压运了 祝在座的所有的朋友 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在即将到来的数年里面 有数不尽的幸福 数不尽的快乐 数不尽的财富 数不尽的健康 一切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谢谢 一波又来了 我是海粉 一波又来了 快 还有半分钟 是 然后也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呢 有一个自己的小愿望 然后去实现这个愿望 然后在新年的一年呢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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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呢 我希望各位新的一年 不管是所有的烦恼 包括空气中的那些灰尘 都像前方的脖子一样 再也看不见了好不好 我们现在还有一秒钟 新年到了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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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贺 祝贺 我有一年没有来过你们这儿 真的看到了你们各位兄弟 今天这几段真的这种成长 我觉得你们把天天向上 当成自己家的 天天向上 我们最棒 其实中央电视台的那个春晚 每一年好像都有几轮的审查 其实我们的春节本子 我们一共彩排八场 每一场直播完了 那我们就一百多口的人开会 开到天亮季每天改的 明天又完全不一样了 说王涵挺好的 但是这个节目不合适他唱 你负责通知他 明天不用来了 我不敢 我可不敢 但是告诉你要把道理跟他说清楚 明年如果有机会你再来 你准备了相声 三个月了 排练很受欢迎 但是这对青年人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 你这个节目呢 这个真实吗 对 因为改也来不及了 只有几天 你回去 我回去了 你负责告诉他 那么你的这个歌 我们认为短了 因为你很受观众的欢迎 给你换个大歌 还是大小家长 这个大歌呢 我们就让他牺牲掉 你虽然是深入人心是第一名 但是这次呢 你能把你的歌让他唱 你看 就是所有的功课 就是为了让一博演整个春晚 对不对 对 所有的功课 你看 你的歌也被 你的相声拿掉了 他的相声 我的节目也被拿掉了 不是等一博的时间 我的歌也给一博唱 对 但是我们连夜又会调整 再重新打电话 一直调 调到年 30吗 29 29 其实这一切 还真的都是为了观众 你想啊 这些春晚的压力也大 我经常上直播之前 都会做一些梦 哎呦 我也紧张什么 找不着厕所了 话筒找不到了 对 话筒找不着了呀 就急醒了 有可能 对 您会不会 我在做主持人 那十几年里 我做过很多次 话筒丢了 鸡哭了 你看等我不做直播了 我一次这样的梦都没做过 我们知道2001年 您没有上春晚 那一年您忙什么去了 哎 好多人都不知道 那一年我竞选春节晚会的总导演 哦 厉害 所有人听了之后都说病了吧 病了病了 病了 你所有导演都导过春节晚会 就我自己坐那 我首先说我舞美设计准备是就三个颜色 黑白灰 好 好 偶掉 第一个颜色是黑 你想想这都是赖金 你没听我没说完 下一个 我说黑白灰 然后上面挂满了所有的红灯楼 陕北的简直 其实你要真想突出红 你必须有衬托 对对对 黑白灰 还有我说歌舞节目 请刘欢请妈咪这样的级别的演员 我绝对不让伴舞 你看刘欢站那 那大裙子 四十个女儿 刘欢穿大裙吧 什么 哈哈 对 你弄你的 全在人前头比划 要么就在后面比划 反正我很多设想 说完之后呢 我很高兴地回去等通知 直到有一天 等到了中秋节 我还在办公室 我说王远平 你怎么还不走 通常春节晚会见组了 我总导演都不通知我 后来我想 我就回家总导演吧 当时很多人说 哎呦你这真是 野心太大了 怎么主持人做得好好 你干嘛又想当导演 什么都想占的 不是我说我这个人吧 就是一个特别不爱的 说实际待人 我自己觉得 我主持十几年了 我对春节晚会太熟悉了 但是他们没有给我机会 后来我也觉得 王显平那年 肯定是比我好 其实您看啊 从91年 林平老师陪伴着一代人 度过了一个又一个 难忘的春晚 给大家留下了很多回忆啊 同样在37年的春晚当中 有很多特别熟悉的面孔 你现在一闭上眼睛 一回忆春晚 总有很多人 碰碰碰碰就跳出来 比如说我新乡 就是王俊宇老师 那个吃鸡 然后江坤老师和 李古宜老师 拿着那个木棍就刘海砍桥 几位心目当中 春晚的金曲名场面都有哪一些 肯定是难忘今宵 李古宜老师 难忘今宵 难忘今宵 李老师只要拿手车一出来一指 就表示你可以关电视了 对对对 前锋你的这个金曲 冬天里的一把火 我很小的时候就听那个收音机冬天里的一把火 我妈妈唱前半句 我能跟着唱后面那个字 你唱就我那个 我已经想从前的 我 用火光沾烧了 我醒 大正伟是银河的 银河的 哎呀天上的我啊 其实我印象最深 很爽 当然那个歌确实是不错 很棒的一首歌曲 哈哈 非常的非常的热闹 然后我印象最深的是咱老百姓 其实真高兴 白青啊 后悔小冬那个 然后那个 因为那个 这个时候说唱 很新鲜 当时出见的时候 对对对 都没听过说唱的那个声 特别酷 我的话可能是 倍儿爽 倍儿爽 对 因为那风格跟其他的就很不一样 就特别的开心 然后更符合一些我这个年龄段的 谢谢您了 谢谢 哎 说个真的 还有还有哪个 还有哪个印象最深 唱那个妈妈 叹啦叹啦叹 鸡羊三宝 对 因为那个传唱度特别高 对 鸡羊三宝 那是狼婚导演 狼婚老师 这个歌当时就震撼我了 他那种温暖和温馨 一唱得好 就是一个家庭的一个 我看歌的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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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真的 对 文化符号 我们今天也邀请了几位 出现在春晚金曲名场面的歌手们 让我们掌声有请 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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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蜜的梦啊 谁都不会错过 终于迎来今天 这幻居时刻 阳光向渗透 所有的预言 春天把有好的故事传说 同样的感受 给了我们同样的渴望 同样的欢乐 给了我们同一首歌 一棵小树叶 我不轻风雨 百里顺利欧 明天乃吹寒 乃吹寒 一家世事加倍 百家千千万 你家我我家你 大家请相恋 天生态子 心情没得断 心生态子 老老包成团 一座八丈 他也还不想 断人不长 施压身的天 从手把攻击 还让路 好子把遗憾 浪靠边 百个马争 六千万金 波涛在红岸 再见 你是幸福的 我就是快乐的 为你付出的 再多我也值得 你是同路的 我就是幸运的 我幸福走过的 是你 潜伏的 我幸福走过的 是你 潜伏的 我爱太阳了 太阳那个爱着呀 潜伏的 山地的 轮友 洋 这里的山路 十八万 这里的水路 九连环 这里的山沟 派对派 这里的山沟 船对船 派对派 穿出了兔家人的 苦涩天 船对船 穿出了兔家人的 北欲欢 大海 我习惯天 小林 flawless 彦 看 我就 到了 夏令 Tak rial 撓去 墓 喝 识 拍对拍 船对船 拍拍船船 船船拍拍 都念这屠家人的梦 和盘向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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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 爸爸99年 99年那一波 李琼当年是第一次 就上我们综艺大观的节目 对 我们的导演刘铁明 特别喜欢他 然后当年就推荐他 上春节晚会了 我们首先请四位老师 给现场的这些 刚才都跟着一块儿唱的 观众朋友一起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湖南的观众 你们好 谢谢你们 刚才和我一唱一和 谢谢大家 能跟您合唱也是个功夫 您错了 就是您唱的时候大家是听 谁唱得上去啊 窜天猴 我了不起 我那个声音 大家好 我是杭天琪 我是1989年第一次 参加春节晚会 我一共连续上了9年的春晚 9年一呼之教育了都 那个时候的就是通俗歌曲 杭天琪那个时候绝对是 独领风骚 是 他那个漂亮的样子 他那个年轻 他在台上差不多跟一波似的 观众特别有观众缘 那个时候都是安排歌 电视台觉得这个符合 我们春节晚会主题的歌 谁唱这首歌比较合适 那一年特别的庆幸就是 给我安排的这首歌 我一听话我好喜欢 又特别符合我的气质 那个时候真的不知道 还有B的那一回事 第一次老早提前一个多月 就告诉所有亲戚朋友 大年三十 你们得在那等着我 第几个节目还不知道 唱的歌现在还没有完全定 但是你们都得看 拿录像带锅录下来 对 那就要录 花老多长度电话费了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傅迪生 我第一次上春晚是在1992年 一共参加了三次 大家新年好 我是任静 我是1991年参加第一次春晚 我一共参加了四次 这两位应该算是 中国电视音频上很早的这种 CP 懂得太多了 像我这种七零头的 那个时候好像还有 张正复 耿连凤老师 人家不是夫妻 别造谣了 黄金石 谢丽丝 都不是夫妻 不是夫妻 造谣 造谣 大王 好 那有一对 有一对 慕玄浦 索宝丽算是 张国际 也不是夫妻 也不是夫妻 对 就是夜盲料杀式 其他都不是 对 还有他们俩是 就这一对嘛 对 都误会了 他们之所以让你有这种感觉 是他们配合的特别默契 对啊 好了 刚刚出场那些歌曲啊 都是当年春晚非常非常经典的 经典的记忆 其实一说到同一首歌 原来杭姐姐您是第一个 就是首唱是您 对 同一首歌 应该是第一次正式的登上这个央视的春晚 第一次对外唱 是我唱的 那一年是我和珍妮一起 香港的珍妮 对 也应该是就是说第一次和港台的歌手 一起合作一首歌 就是海峡两岸同唱一首歌的意思 那一次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刻 因为那一年我的独唱歌曲 在年29的时候被换掉了 大年29的深夜跟我说去录这首歌 其实已经进入大年30的那一个24小时了 所以刚才细心的朋友在那个视频呢 我第一句词儿没对上 因为第一句我这还懵呢 刚学 刚学 独唱没了我这还走神呢 所以第一句音乐都响了 我这才把这个麦克拿过来 我们问一下那个李崇老师 我们刚才仔细看了一下 就是1999年 那是您第一次上春晚还是 对 第一次上春晚 而且我都不知道我是独唱 因为我太小了 就20出头 其实我每天最高兴的是 我就是跑到故宫里面 穿上皇上的衣服 一会儿要穿上妃子的衣服 在那拍照片 穿上皇上的衣服 一会儿要穿上妃子的衣服 您去那旅游的 然后说见识框 见识台 没有 因为我没有想到 我没有想到 因为谁也没告诉我 说是杀一匹黑马这样 因为我父亲是做这一行的 他害怕就是 比方说我们第二天 没有接到电话 你就不用去了 现在也是 我去那天也是 每隔一天等一回电话 对 是不是但凡参加过春晚的 最害怕接到的就是那个电话 没接到过 没接到过 很幸运 你的运气真好 我接到过好几回 很多很多 反正演员有的时候也很不高兴 我们台有一个宗旨 就是要给观众想拿出最好的 我们的水平不高 是另一回事 但是我们的心愿是这样 让大家觉得这是国家水平 而是阳台还特别善良 然后说今年不来 咱们都记下来 明年再让他来 我都来了好几年了 今年没打电话的 明年我们跟他们打电话 李琼老师当年是唯一的一个独长 绝对的黑马 所以我见到李老师我特别激动 因为都是我梦里面见到的人 我那回又小 都是我天天在电视里面见到的人 我们居然在一个化妆间里面 看到李老师的那对本子 我在那都哆嗦 她说是99年那会儿 对对 这个小孩也不大 那嗓子就是直冲云霄 刘铁明她老婆不是化妆师徐晶吗 然后这两口子对她好的 到什么程度 很快她就上了当年的春晚 徐晶急的到处说 我怎么想办法让李琼能瘦一点 瘦一点 那怎么办 刘铁明说你别弄这一套了 你让她好好唱 她瘦的她唱不了了怎么办 就这样挺好 然后徐晶又想让她减肥又不改 我们台内盒饭 特别多的饭里边 然后也不怎么好吃 你真的看着她 她就一会儿这盒子全都进去了 盒子都进去了 盒子都没了 盒子都没了 您这真的是 中央台的盒饭 简直是太难吃了 太难吃了 到现在还是这么难吃 都不带变了 上次去吃 我怎么还是这几个他不嫌弃 对 那酸奶太好喝了 简直是太难吃了 那酸奶太好喝了 两位老师保持身材的秘密找到了 没有 海航天奇在我们春节剧组就是有名的很娇气的小姐 实际上我们台的盒饭 从开始到现在超过你们所有台的盒饭 超过你们所有台的盒饭 把我们台的盒饭拿上来 湖南台的盒饭 所有来的嘉宾都觉得 都觉得好吃 我们那个时候首先鸡腿虾 这都是绝对保证的 标配 上万人的大食堂 我们从来不出去买 都是台里自己做 做了很热的 大概就一百米的地方送你来 来盒饭了 我们的盒饭这就来了 说来就来 可以 咸鸭蛋 辣椒炒白萝卜干 红辣椒炒肉 这里是白辣椒炒鸡杂 包菜 你们想想 人家穷眼之蹦的饭 不瞒你说 刚刚上台之前 刚干完一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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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菜 在我们台春节晚会 绝对不允许出现的 为什么 第一有咸菜 第二辣 你知道这演员上台 如果吃得特别咸 特别辣 特别油 你上台之后 没有水给你喝 我们习惯吃辣好辣 我们就是靠吃辣椒 开嗓子的 对 我刚才就吃这个 你还在捡不了了 捡了四十年都没捡了 老演说 有什么过几年 还有韩红来呢 没 当时那个歌 就叫山路十八弯吗 先叫《太阳之子》 后来严肃老师改的 严肃老师开会的时候 这不就是山路十八弯吗 所以改的名字 改的叫山路十八弯 严肃老师还是很有贡献 改的很不一样 而且那个唱签特别合适这个歌名 太多人不能唱了这首歌 所以你看没有谁说上来 我给你们唱个山路 那不行 上不去 男生女生 凡是脖子比较短的 脖子比较短的 我不是说李琼脖子特别短 我是说他凡是脖子短的都有高音 你看刘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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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我有 春都有啊 春都有啊 我 问一下那个傅老师和任老师 就是你是幸福的 我是快乐的 那个时候就真的是 非常非常经典的情歌对唱 当年创作这首歌的一个初衷是 对我们来讲不新鲜 因为我们结婚今年是30年 每年都要创作一首周年这个情歌 情歌一样 周年礼 结婚礼物 好浪漫 不用鼓掌 就是四一生是比较抠门 这样多省钱呢 你是幸福的 我是快乐的呢 只是其中的一首 你看今年30年 我又推出了一个 叫什么歌 叫《这就是夫妻》 这就是夫妻 40年这才是夫妻 你明白吗 因为30年嘛 40年就想着就是说 咱们永远在一起 这才是该我的爱 对不对 因为老在一起生活嘛 老有灵感 你说下一年再写什么题材 还是跟这个有关系 我觉得《知识亚艺人》这首歌 对我来说简直太重要了 因为小的时候啊 我爸我妈总吵架 然后他们俩一吵架 我小时候特懂事的 就把他们拉到一个 就是以前的那个 卡拉OK 对 那种地方 然后我就给他们唱《知识亚艺人》 他们在吵架的时候 不是 他们不说话冷战 然后我就给他们唱《知识亚艺人》 他们就会好 好孩子 这是真正的好孩子 男生的时候唱男生 女生的时候唱女生 我那时候这么练出来的 所以嗓子那个时候就练出来了 就练出来的 他们一吵架你就 无论是现在 还是在遥远的未来 真的是太重要了 然后就和好了 对 和好了 这首歌对我们家来说太重要了 所以你看到这个《知识亚艺人》 当时就被称为是情歌鼻祖 包括歌曲的MV 至今也是记忆犹新 反正大张维你也模仿过 对 我跟贾琳模仿过 我跟贾琳模仿过 都听到这把她感觉到永远 她拥有着不变的心 这表情是 她这个表情像我吗 对 因为您那个MV的时候 感觉它一直贴得您媳妇 您媳妇就在这怕丢了一样 一直都在这儿靠着 那贾琳是什么样 我们想知道 贾琳是这样的 贾琳当时拿了一个红围巾 当时说好幸福啊 然后在那儿转 怎么了这是 当初这首歌太火了 我的梦不在徘徊 我们一次都抱怂着那份爱 不管风雨之灾 好歌就能留下来 刚才他说这个情况 我们也遇到过 有的时候我们在外地演出 就有观众来说 我跟我老婆都快离婚了 听你们知心爱人 现在好了 我跟人家说 我说咱这歌有这功能吗 我就想可能是 就是用我们这样的 一个家庭的这种感觉 给朋友带来了一种温暖 让他们感觉 这个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所以我们觉得 也是特别开心 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其实你看 每年登上春晚的歌手 都是经过层层筛选的 头一年非常非常红的歌 要么就是参加那时候清歌赛 杭姐姐好像您就是参加比赛 那个时候 对我是参加的第三届清歌赛 那一年我是得了二等奖 基本上就是你得了前三名以后 就拿到了职空当年中央电视台 春节晚会的入场券了 李雄当时你也是参加 我第八届 我是特等奖 我也参加过清歌赛 我也参加过清歌赛 我是03年参加过中国青年歌手大赛 你那天是潘大海关名的吧 以前唱歌还行 是上海电视台选送的歌手 还是十佳歌手 上海电视台选送的十佳歌手 真的啊 参与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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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赛没进 但是参与就很好 参与奖 因为我当时是抱着通俗唱法 但我的演唱是比较偏民族 所以就在比赛当中有些争议 最后在每一组唱法的前两名 再比一次 获得最后的特别大奖 也是特等奖 特等奖 就是比一等奖还棒是吧 就是三种唱法里头的通沙 您的比赛唱的歌是 唱的一个三峡我的家乡 其实我讲话 有时候表达能力 我还不如唱两句 唱两句 唱两句 三峡 太阳那个金山来吗 掛在有局树上 夜亮那个金山来吗 现在啊 屋顶上 你看 你看 你怎么一点劲都不出 长胖了 就有底气现在 上场之前 湖南魅士的盒饭 联盒也吃了一个 真的 你们台里 好多唱歌的节目 你为什么不请他来唱 他真的一出场 就震住了 震所有人 这就都不行 我不止你 我不止唱 只十家 我是这样吧 我跟你一样 我不喜欢在舒适区 我不是特别喜欢唱歌 你不喜欢唱歌 什么 你喜欢攀岩对不对 我花了三年多时间吧 我组建了一个女子的 全女子摇滚乐团 摇滚乐团 没有没有 那我不行 我不行 全是培养年轻人 你是老板 我不是老板 我是一个 做这个局 导师吧 导师 因为我呢 就是平时晚上 又比较喜欢吃夜宵 每天啊 然后形象又这么胖 我就不愿上电视 不是 你到时候蒙面 蒙面 对 蒙面 李琼 李琼 待会儿下来我告诉你一句话 你就立马会剪 你会剪 这个姥姥绝对的 我前年我们俩去参加一个节目 我扶着姥姥 王涵扶着我 我的肚子在这儿 当天晚上我们就上热搜前几名 那您今天这么说 一句话 我就是一句话 我记住就是说 你要想吃这碗饭 就别吃那碗饭 我只想说一句 就是说 您就算现在是这个身材 其实上台的光 也不一定少多少 对不对 一样能够发出来 这种的光 我觉得大家一直在想 只有瘦才能必要的 美不是一种的 对 多样的 今天又给我打一个强行针 晚上吃宵夜庆祝一下 吃两顿 昨天在湖南吃那个虾 就把口味虾你知道 哎呦 刚吃了十个就放三肚十八万 我又点了十个 但是天天向上剧组去安排的面 别太得意 我们有心 有心 你看刚才都是参加比赛 就直接通往春晚 傅老师 你们当时是直接把歌送过去呢 还是自我推荐还是 我第一次上春晚 是一个特别巧的情况 因为是好多年以前 在北京电视台的一个小节目里面 要了一个有气势的歌 当时这歌呢叫《大家的力量》 跟现在不一样 大家的力量等天海 第二是一样的 后来呢大姐您记住 当年江坤老师有一段相声叫大船 然后呢为了配合这个相声 把这个歌曲呢用了 改名叫《众人华奖开大船》 结果呢几轮审查当中呢 江坤老师那个相声就不见了 不见了呢 但是这《开大船》这个歌呢 每次彩排就因为我觉得啊 不是因为我唱得多好 就是因为刚才大家也看了 那好多小朋友 特别可爱 小朋友的那个力量 劲儿 它体现了一种这种 团结的这种精神 每次彩排都是最火爆的一个节目 刚才你问我 前面接到过电话 我没接到过电话 因为每次呢都特别好 你这首歌也确实是比你以往的那任何 包括现在都好 那年的春节 因为我们对于那个硬核节目 硬核节目 基本都拎出来 不用再讨论了 你就是那其中的一个 你老师对这些新词很熟悉 硬核节目 硬核节目 第一个被拎出来的硬核节目 那些服装呢 因为我们去年也做过 蔡国庆儿也来了 孙瀚老师 几岗山 说那时候买衣服啊 首先一看 哎 你瞧啊 我这衣服怎么样 结果那哥们也是在那店买的 因为那时候好像能够弄到衣服的 就那些地方 对 到南方去买广州啊 对对 他们到广州 看价呢还 因为太贵了觉得 那时候从国外进来的衣服 你后来穿的那套 是不是也是大名牌啊 没有 没有 我那个就是发愁 我跟任静逛街 逛到一个很普通的商场 我俩就在那儿 柜台前面就嘀咕 你说这个晚会 这个应该穿个什么衣服 能得体一点 我们这话呢 让那个售货员听着了 售货员马上就拿出一件 砖红色的西装 说你们俩看看 要上台演出是不是 刘德华就穿这件 刘德华跟这个同款 刘德华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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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件 那件 对 所以我们俩就买了这套衣服 真的不是名牌 但是呢 确实是合身 战上去很好 那个时候啊 好多东西都要靠自己 装发呀 配饰啊 对 最早就是自己买 现在好像大家都是 以做为主了吧 是不是啊 买得太贵了 买得太贵 做得太贵了 这衣服肯定是做的 你知道这个东西叫淘宝吗 我真的还行 你这不用去淘宝买的吧 我 没 没 我这是节目组提供的 你这个裤子是书包改的 你这个裤子是书包改的 方箭背的书包改的 林平老师怼人合集又加了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个杭姐姐当时自己做的那些衣服啊 自己设计 你看 我就说这个吧 对 高高的垫垫垫垫 这个有点Michael Jackson的那种感觉 这身衣服其实是当年 真的是看那个Michael杰克逊特别帅的 带着肩章的 但是我的骨子里也愿意穿那个 不是那种很大长裙子有点帅气啊 这个就是当年的 真的 你当年的服装都留着了 有一部分 自己手工缝的 没有 这个是我都是找专业的人 帮我缝的 这个很难 您自己画的吧 这个是 我自己画的 也就这样摆在家里吗 不不不不 那怎么可能 晚上起来再给自己吓着 可怕 您去哪儿 我先告诉你啊 你留下的这个原因是 觉得它特别好看 还是说这么好不舍得扔 还是有纪念意义 而且是特别特别新 对 当年底下我还专门定制了 一双高的白靴子 因为买不着白靴子 那你们家房子得多大呀 那么多演出服 都 贵都挺多 然后你就多讲究 那一件呢 这个就是 黑头发飘起来 对 黑头发飘起来 这一身 这是当时你看那个 博罗明哥穿的那个 一层一层波西米亚风的嘛 对 反正我当时就觉得 哎呀 好看 买不着 我就自己画 当年还设计了一顶帽子 对 跟同系的 同花的一顶帽子 啊 航天级的衣服 确实从来不凑合 这是真的 其实啊 春晚37年留下 非常非常多的这个金曲 接下来我们玩一个小舞动 我们天天兄弟和春晚的金曲队啊 协力作打 我们从春晚的这个金曲库里面 选出了一些歌 每一首歌我们只挑一秒钟 啊 就第一 大家有可能连 一个小节都没有啊 一个词都没有 但是要猜出来 这首歌是什么歌 是哪首歌 好 我们来第一首 冬天里的一巴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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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一巴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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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 你看这个东西你看多快 一秒钟冬天里的一巴火 对对对对对 一个效果一旦就知道了 你就是我 每次找我一句话 我就是我这 好 来 刚才是对的啊 第二首的1秒钟 我知道了 那个 《相约酒吧》 《相约酒吧》 对 《相约酒吧》 《相约酒吧》 你怎么反应这么快啊 我给我反过 厉害 厉害 我爱心 跟我们的羞涩 两个透明球 对 对对对 男女 几位都是参加过春晚的 他参加过一次而已 我们几个人加起来 才参加过一次 大张伟好厉害 加油 他们是让着你们 让着我们吗 来啊 来我们第三首 第三首 回家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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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歌 什么歌 回家看看 回家看看 爬爬爬拍子 洗洗碗 爆料啊爆料 好揭秘爆料揭秘了 第一次彩排上这首歌 晚上我们在十四楼开会 我们的奏舞开主人说 这首歌太巧了 所有人都没听清楚 他说这首歌太好了 吓我一跳 我以为说这首歌太吵 太好了 后来几场 根本就没讨论 随便唱 这也是硬核节目 硬核节目 几位老师 三首都是我们最猜中的 我们这回不说话 我们不说话 咱们让几位老师们 那个丢 丢出一些想法 丢出一些想法 好吗 你们俩看厉害 你们俩不许吱声 来 第四首歌 这叫不上了 真的 我的天哪 是什么 这也太抠了吧 好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你来 你来 这回你来 春天的故事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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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忘听 不 不是 再来一次 再 难忘筋修 难忘筋修 不对 那是难忘筋修 还是这是 迪谷依老师的歌 麦宝歌 好 我是麦宝的小冒家 好 这首歌我们认输 我们来公布一下答案 祝你生日拍队 祝你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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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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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还有这么一段的 相恋 但是这个应该算我答对了 为什么 你说的林鼓宜老师 对 终于对一算 这个太难了 好不容易给我们一次机会 你们也没听出来 好 来 来 最后一首 最后一首 几备 开始 思念 我的妈呀 终于说对了一个思念 妈咪的思念 这个也快 对 你这么快 是的 前面有一段 特别深圳的长笛 因为我唱过这首歌 我喜欢这首歌 难怪 听一下 听一下 我听到这也听不出来 我也是 对 对 点尖来了 搞搞搞的点尖 大点尖 也是大点尖 黄色的衣服 黄色的 大长的 真丝的裙子 对 下楼梯 走磨刀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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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朋友 好像一只蝴蝶 飞进我的窗口 哎呀 这个歌也是 好听 这绝对经典 太经典了 他词曲作者都是咱们国家最顶尖的 但是 乔宇老师的词 乔老爷 对 刘老师的曲 对 这首歌当时一出来就 好听极了 因为那首八代子特别快 你大年三十二晚上唱完以后 大年初一大年初二 你就逛街 对 满大街 而且毛阿敏当年的那副打扮 也是一个大店间的 他又有那种很迷茫 很迷人的那个 眼神 眼神 于是他就真的是 把人镇住了 这就是明星 真是 那时候我们还不叫明星 谁叫明星完了 叫歌星吗不是 是不是 他一出台 上下都不好接了 我们后来不是采访了 那个毛毛姐吗 哇 他也是说 当年真没有明星 这么一说 大家唱完歌就回去了 你像林一轮跟我说 唱完了以后 他特别想赶着零点 回家吃饺子 我们都是的 偷偷摸摸地得溜出去 对 他们说 他们是演完春晚 骑丁车回家都是 对 都是以前 而且我们那个时候 关着门不让走 对 你最后大家一块 唱《南望经销》 就六个主持人那行 希望后面簇拥的人 对 大家一块 但是胆大的人全走了 他我就随于胆大的 他就随于胆大的 不过这里还有一个 最重要的原因 走的都是北京有家的 全国各地的演员 他们没有地方去 他们只能回宾馆 所以他们一直监察到最后 北京有家的 那就团圆去了 对 附老师 你也 我们就走了 回家了 而且跟老婆团圆了 其实我们天天兄弟当中 天鹤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那种假声男高音 他很想跟那个李琼老师 好好合作一下 这首金曲 让我们一起来期待 改编以后的 《新山路十八弯》 谢谢 很期待 很期待 好好唱 唱好了 就上今年的春晚了 哇 哇 姥姥说的 姥姥说的 姥姥有点激态了 厉害了 啊 打散的子孙 爱太阳了 太阳那个孩子 这有三里的冷游 这里的三路四八万 这里的碎路九连环 这里的山歌排队排 这里的山歌传对传 排队排 看出了独家人的骨河点 传对传 传出了独家人的悲欢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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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这台队排 就不能只不过的表情 没有这船对船 就不能缠绵绵的表爱恋 排队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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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念这图家人的梦 排队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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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第一批登上央视春晚的香港歌手 以一曲《我的中国心》 唱出了全球华人对祖国的那种 深情赞美和无限向往 令所有的海外游子 当然也包括电视机前的 每一位中国人心潮澎湃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张明敏 电视笑项李祖宁生后探战 遇到过什么烦恼吗 没有长高 结婚了吗 谈恋爱了吗 没有 没没有可 太胖了 我谈谈应该是从小年少 当时应该是在90后脱发的时候 刚好上了热搜 这个小妞妞聪明至极 那个舞打好 他们编排这个节目也好 我就对她很有感情 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5 4 3 2 2 1 五八同城天天向上 待会见 五八同城天天向上 现在继续 这里是由五八同城独家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 上五八同城新度节点亮春节回加入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张明明 欢迎欢迎 谢谢明明老师 谢谢刘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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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又见面了 我第一次听这首歌就真的泪眼明 谢谢 把手撒开让我们也拉一下 对 张老师 我跟你说张明明这首歌真的不是一首歌 你好 是一个时代中国人民的情感 好了 你觉得是不是 当然 对 那时候我们真的爱你 谢谢 那个时候春晚一结束第二天 全中国的围巾都脱销了 对 这是他的标准 对 中国最有没有两个围巾 一个是您的 一个是上海太内围巾 两个 但是我也是看了台湾很多唱片封面 菲玉清啊 刘文正 他们都是非常喜欢戴这个围巾 因为天气的关系 香港没有这种习惯 热到北京去 他们都说非常冷的 要保护一下自己 张先生您当时说要参加 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 当时是一个什么情景 接到的时候 我是通过我们无线电视的 是外事部的总经理 还有中联办的一个副总编 还有我们唱片公司的老板 从我个人来说呢 一个是非常惊讶的一个事情 因为我们从来没了解过 有一个这个节目 我妈妈非常支持我 她说你唱的都是普通话的歌曲 内地的朋友都是讲普通话为主的 你应该去 我妈妈支持我 妈妈支持啊 张先生唱完这首歌之后 我们就去买了磁带 卡带里很多很多歌 你想想看应该三十多年了 我刚才还在想 有一首歌 跑鞋 爸爸的草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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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白买 没白买 我真的能记住啊 还有龙上行 我从龙上走过 哎呦哎 龙上一片秋色 直到红叶清晃 风儿搜搜搜 在江中斩交 旋旗中啸 在云间射调 群战银毫 歌迷 在小桥楼口 杨柳树下结衣 单结满楼 红红袖 哇歌迷啊 歌迷歌迷 你的歌迷 这是真的歌迷哦 没有来过哪个歌手 堂哥这么主动会自己唱 他的那么多歌的 对 整张专辑都背得出来 那个时候我十一岁 今年四十六嘛 我哥哥那个时候也喜欢听 我姐姐也喜欢听 全家人 就是那一盒磁带 在他唱这首歌之前 我们觉得香港还是很遥远 距离我们 对 他一出来 本人一到达庄台 戴上红衣裙 一唱 这感觉是兄弟姐妹回来了 那种让人泪眼朦胧的 很感动 从您之后 每年 开始了 每年我们都请 对 什么张德兰啊 潘安邦啊 后来还有汪明泉啊 对 万水天天 万水天天总是请 当天晚上演出 观众对你那种热烈 你想到了吗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接触 内地的观众朋友 还有内地的演员 很陌生 大家 你也不认识我 我也不了解你 很好笑我们吃饭的时候 都是屏风给我们割 割掉 后来我知道 因为中央台特别照顾我们香港的朋友 对 我们台那时候就单独给他准备了小灶 也算第一次请港台的演员来 我们黄一鹤导演特别质朴 跟大家说 我们一定要给他温暖 我们进入最大的条件照顾他 一直都抱着他们 对不对 我们差不多 给他安排了一个专车 那个时候我们台啊 就那么一两辆皇冠 你们知道皇冠吗 专车呢 小轿车 像我们都做大发 面低啊 面低 黄一鹤导演说 让他们感受到我们是爱他们的 你感受到了没有 那肯定啊 对对对 我的中国心这首歌 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下 创作出来的呢 这首歌曲呢 是在香港呢 我们自己创作的 因为我个人的唱片很少很少 翻唱台湾的歌曲比较多 翻唱了校园民歌 还有爱国歌曲 民族歌曲 因为我唱我是中国人 在东南亚里面非常流行 是我的代表作 那个时候呢 香港呢就给我一个称号 我是民族歌手 但是我是中国人这首歌曲呢 就像他没有选上这首歌曲 那选了我的中国心 因为当时海外的侨胞 都盼望着我们中国人民要 有幸福的生活 他们拥有一个中国心 希望生活富起来 好起来 有这样的一个愿望 就从这个背景来 写了这首我的中国心 我们当时觉得特别的奇怪 就您的普通话怎么那么好 土字发音 其实我告诉大家 我的普通话是在1984年 参加了第二届的春节晚会 学说话的 后来学的 我爸爸是菲律宾华侨 我妈妈是印尼华侨 我是土生土长在香港 所以呢我从小的时候呢 我就会听福建话 因为我们是福建人 那么我也会听国语 因为我妈妈说国语 七几年的时候 我妈妈非常喜欢听歌 她就带我去歌厅里面 听很多歌曲 所以那个时候我会听 就是有记忆这个音调 但是后来啊 香港歌手来上了春晚之后啊 他们的很多唱法变成流行了 很多都学他们的发音 我当时就是觉得 他那个港府特洋气 港府特洋气 特别洋气 沧江长城 红山 红河 在我心中 从前几 这还得抖呢 有颤音 对 有颤音 当时我们学可待劲了 是吧 那个时候我还在读大学 对 那一博你们那时候 都根本没出生完 那太早了 太小了 知道这个叔叔吗 你知道这个叔叔吗 歌肯定听过 歌这个歌听过 那时候我跟那张伟才一岁 对 后来这首歌红了以后 内地有很多很多演出了啊 那你就经常来了 要感谢我们全国的歌迷 也听说中国第一次 举办亚运会 有人心愿 我希望我用我的歌声 唱给我们全中国听 我们第一次举办亚运会 你看啊 我们从之前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是我们最大的奋斗目标 到现在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一个新期待 每一个中国人的心 都是在这样的一个 时代的脉搏当中 跳动 铿锵有力 有一种民族的自豪 然后这种铿锵有力的声音 让全世界的人 都能够听到 我们心中这一颗 跟祖国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心 我们感谢张明明老师 给我们大家带来 经典的春晚金曲回忆 谢谢大家 请张老师 到这边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从83年的第一届春晚 到现在已经有37年啊 春晚上还有什么 让您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 我自己身在其中 对她都是非常有感情的 每一个节目 我怎么都那么喜欢 比如我们随便说一个 山东运城的一个小姑娘 她们当时演了一个小男孩 都这么大 大概有三十几个 叫狗玩闹春 来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哦 我有印象了 又有印象了 哎哟 哎哟 还挺沉的呢 哎哟哟 告诉阿姨 你演的怎么样 不好 一点都不好 哎哟 不好一点都不好 你的山东烙响 山东烙响 在太侠 答得过这帮兔小子吗 答不过 你说我太多答得不好呢 那是贬任 那是贬任 山东小烙响 对这个小妞妞 聪明至极 那个吴大好 她们那个编排这个节目也好 嗯 我就对她很有感情 嗯 我说妞妞你想来想干什么 我想当演员 嗯 当演员呢 回去好好学习 有文化才能当演员 后来见过吗 过了大概七八年吧 有一天 我还那时候住在梅迪亚 我门卫说 说门口有一个姑娘来找你 那我就下去看看 我一看啊 妞妞 妞妞 胖出了三个妞妞 哇 叫三妞妞 然后十三四岁的小姑娘了哈 对了有个这么大箱子 阿姨我来找你了 我说你找我干嘛 我想上背景来找个瘟疫团体烤一烤 找个瘟疫团体烤一烤 烤一烤 我说那哎哟孩子 你这个个儿啊 只能烤而已了哈 烤而已啊 我说你先上来先上来 台里给我租的房子也很小 我说你就在这住吧 咱俩就凑合住一个屋 晚上又闻着这屋里的味儿 我说妞妞咱这屋什么味儿啊 哦可能是她带着鸡蛋灰了 带着鸡蛋 一拉开箱子 煮鸡蛋 煮鸡蛋 我真不骗你 有二三十个鸡蛋 我当时的眼泪 啪啪就下来了 你知道在农村家煮 二三十个鸡蛋 她又坐一两天的长途汽车 又在箱子里捂着 这都四五天 我第二天才想起来 这个鸡蛋 我后来真的也没舍得愣 每一顿 我和妞妞两个人 就把它皮包了 拿到我们那个茶炉那开水 实际上烫 烫完了 味儿就不大了 我们俩就把每一个鸡蛋 都吃出来 那时候人的情感 好像真的就是这样 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当年胖出了 三个妞妞的小妞妞 今天是不是又带着 几十个鸡蛋 来见她的妮萍阿姨呢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我们五秒钟倒计时 五 四 三 二 一 一 没有 没有人吗 没人 没有人吗 没有人吗 好 好 好 笑一下来了 太高兴能见到您了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叫刘伯 是山东运程人 1994年参加了央视春晚 我现在是北京京剧院五代演员 谢谢大家 一名五代 一名五代 原来你的梦了 太开心了 我瘦点了 瘦多了 恢复你 你小时候那样了 真的好 丑了 丑了 原来也不漂亮 对 对 大天 您这个 人家熟人 熟人才能这么说话的 哎呦 你们真费功夫了 老费功夫了 为了您 真是 你们一会儿留下电话 要找不转你呢 还真的您敢带那大包鸡蛋了吗 知道 当年上这个节目 您是里头唯一的一个女孩子 怎么选上的 那 我说普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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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山东台的一个节目 没有那个女孩 后来找的导演 她又想把那个女孩加上 就是山东 各个地方她都去找了 因为我是从四岁习武 家里有这个家传 对 后来导演就 突然就看见我了 然后就让我练了好几遍 给我扎了扎辫子 说就她了 定下来了 我感觉可能是因为 我小时候长得丑 又挺可爱 然后练得也挺好 也挺有村里的那个气质的 所以可能就找我了 所以之前根本就没有 上过电视表演节目 没有 第一次就是春晚 你的起点高 她做演员真的有天赋 所有的演员都紧张 她比较紧张 因为她没这个概念 因为我临上场 我还提个篮子 在后边和后台的聊天呢 而且我们俩对话那段 提前都没告诉她 对 我们俩也没排练 她排练了小孩说 程序话的东西 我们就突然就问 你打她好朋友 我打不过她 打不过 对 就特别真实 这个节目当时就开创了 电视武术舞蹈节目的先河 也是第一次农村的孩子 登上了春晚的舞台 来北京上央视春晚 自己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吗 到首都啊 那时候特别特别激动 然后我们村的那些同胞们 然后都敲锣打鼓 然后填着嘴 嗨 没事 这儿这儿 扑腾扑腾的 大家都特别开心 我们也特别开心 那您对倪萍老师 当时是什么印象 她把你一把抱起来 从小我就特别喜欢倪萍阿姨 她对我说的每一句话 然后我俩经历的所有的事 我都记得一清二楚 阿姨 我还记得有一次 您请吃饺子 人家请我吃饭 我都领了她 这不是省我们的饭钱吗 嗨 然后您就加一个饺子 我就吃一个 您加一个我吃一个 一共加了四五个饺子 我就不敢吃了 然后您说您吃饱了吗 我说吃饱了 其实还饿着呢 我那时候不让她吃了 我说您得胖 那时候人不出你来了 您胖成这个样子 您当时跟她 留了联系方式吗 写信说是 那时候没有电话 没有电话 BB记号 有一次我就试着 我鼓起勇气 然后我就拨通那个阿姨的 那个BB记号 还没那个等多长时间 电话就过来了 我就特别特别地激动 一晚上高兴了 没睡着觉 你看看啊 现在结婚了吗 孩子都好大了 没有 没有 没孩子 刚结婚 刚结婚 太好了 太好了 妞妞呢是一个很内向 不善于表达的人 但是希望今天 借我们天天向上这个舞台 包括现场所有的朋友 感动的目光 跟自己最喜欢的倪萍阿姨 说几句 心里话 心里话 其实特别感谢您 当时对我的关心和温暖 我那时候可能太小 然后不会表达自己 但是我真的从心里 特别特别地想感激你 然后特别地喜欢你 没事 不用说 你就是不说 阿姨心里都门清 不用说 不用说 你说我反而难受了 不说 不说 告诉阿姨 你演得怎么样 不好 一定要说不好 哎呦 找不着你呢 还真的你敢带那大包鸡蛋 知道 心里特别特别地感激你 特别地喜欢你 太高兴能见到您了 我最感动的就是在于 妞妞几年后找倪萍姐 倪萍姐真的下去 就把妞妞给接下来 对 这件事情老觉得好像 这是个麻烦 但是 对 而且还接到自己家里 对 自己住的地方 俩人还住一块 对 一得 一起生活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啊 真的跟观众之间的关系 真的应该像 倪萍老师 跟妞妞之间这样 把爱放在心里 希望未来我们 也能够有机会 听到这样的观众 来描述我们 跟他们之间的这种感情 向倪萍老师学习 谢谢 谢谢 谢谢两位 来 来 你们做 你们做 好好须旧 你再不去 那个瓜子都被航天旗吃完了 其实啊 这个春晚的舞台上还有好多 像妞妞这样的 童心 童心 我们今天在节目现场 也安插了 大家印象很深刻的童心 啊 现场 就在现场 就在坐着的 就在坐着的 我们接下来来找找看 现在长大了不知道 好 依博看你能不能找到 谁啊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 好 当年算春晚的VCR 哦 这个阿尔法 哦 阿尔法 哦 阿尔法 好 阿尔法 阿尔法我们多熟啊 那时候帅到一塌糊涂 啊 阿尔法你认识对不对 我们是要拿个机器来拍 哦 对 你去拍啊 来 王一拍啊 来 大家微笑啊 哎 在哪儿 咱们去找所有地方女孩之中 唯一的一个男孩 就是阿尔法应该是 所有地方女孩之中 唯一的一个男孩 就是阿尔法应该是 哎 那有一个男孩 那我上 上我上 右 右边 右边 阿尔法那时候得大 那时候应该是在7岁 9岁 不到10岁 就是爱我你的爸爸 我是12岁 这个是11岁 从小就开始做发型 什么 然后老熬夜 年少卸底 科技那么发达 然后 我的天 你现在还在练街舞吗 我一直有练街舞 战斗 好 还没说啊 好帅气 超帅气 但是你想翻头赢 只要头转 头转 五八同城天天向上 待会儿见 五八同城天天向上 现在继续 这里是由五八同城 独家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 上五八同城新斗节 点亮春节回加入 那边去找所有女孩之中 唯一的一个男孩就是阿尔法 应该是 所有女孩之中唯一的一个男孩就是阿尔法 应该是 那一个男孩阿尔法 阿尔法 阿尔法 是不是我们就确定一下是阿尔法吗 对 是我 还是那么帅 帅气 你看到 谢谢 我们有请阿尔法 阿尔法那时候多大 那时候应该是在七岁 现在十二年过去了 大小伙子 然后他七岁的时候呢 就是获得了2005年央视 星光纳道的年度人气冠军奖 你还记得当时通知你上春晚 你什么感觉吗 我当时是一点没概念的 我那时候小 我觉得上舞台就是个人来风 对 而且他就觉得舞台是个好玩的地方 那就是一个演出的地儿 对 他的起点就是我们的终点 当时阿尔法那种表现欲望 好像很强烈的 对 我只要上台 只要一听到欢呼声音乐 我就兴奋起来了 就不在乎 是不是春晚那么大的舞台 他就是高兴在那 对 你在后台会跟小朋友一起玩 一起闹吗 对 有一次春节就是彩排的时候 到我了 但找不到我 我跟小朋友们去捉迷藏 玩去了 然后我爸妈也找不到我 导演也找不到我 差一点被我爸 那你后来就是春晚的小童心 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什么烦恼吗 会不会别人老是掐着你 可爱 给我来个拧脖子 然后天天拧脖子 我的堂长应该是从小就是做发胶 头发吧应该是 对 每天做到形 那时候 因为那时候我从五岁开始吧 从小就开始做发型 然后老熬夜 赶飞机 年少谢顶 对 就是这一个 当时应该是在90后 就是脱发的时候 刚好上了热搜 那瞬间就是我的亲戚朋友 以及我最好的哥哥 你跟买提 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 发微信支持我 鼓励我 然后一定要把心态放平 然后也告诉我 这个脱发有什么更好的治疗 你后来讨到一个什么方子了吗 当时我是怎么想的 因为我这个吃黑芝麻 然后各方面我就老提光头 挖出来想给他对不对 现在这假发这么真 都已经到这个程度了 把话听完吗哥 把话听完吗哥 说什么 然后我就想的是算了 要不就无所谓了 我就要不就让那个杰森斯坦森 当个行难得了 然后最后科技那么发达 然后直发了 真的 效果很明显 然后我也想告诉电视机前 跟我一样有烦恼的那些 一定要把心态放平 不要熬夜 千万不要熬夜 不要熬夜 真的是小朋友 然后我也想告诉大家 我是阿尔法 还是你们从小看着 长大的那个阿尔法 没变 我会就是更努力 拿我最好的作品展现给大家 知道 加油阿尔法 加油 加油阿尔法 好 请坐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寻找一下 好 下一位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 当年上出版的VCR 爱我你就陪陪我 爱我你就抱 这个歌 爱我你就抱抱我 爱我你就亲亲我 如果真的爱我 就陪陪陪陪陪陪我 如果真的爱我 就亲亲我 如果真的爱我 就抱抱抱抱抱我 如果真的爱我 抱抱我 来 高天鹤 第二个 天鹤来找 凌妙可 凌妙可 那个是吗 那个 来了吗 这个 这个 对 这个服装 服装有点奇怪 不会一打开是扬笛吧 我的天啊 对 同学们 他自己腼腆的话 旁边的人都指他 指他 来 我们请凌妙可 起立 旁边的朋友们都指他 对 就是他 好心上面那个女孩 听上去 好心上面那个女孩 就是他 没错 来 有请凌妙可 还记得自己当年上春晚 几岁吗 就是爱我你就抱抱我是12岁 这个是11岁 11岁 两次连上春晚 两次 哇 当时是怎么被选上的呢 应该是08年之后 然后导演服找到了 他唱了一个那个奥运会 歌唱子多 歌唱子多 那你看你至今成名 已经有十来年了 12年了 遇到过什么烦恼吗 特别是成长 我们都说女大十八遍嘛 那大家都希望按照他们的那种 概念去变化 就是 没有长高 比较偏 偏小的那种 然后减肥的话 减肥我也 每次都没有成功 然后用过很多很多方法 什么带餐粉 运动 少吃结实 你可以问一下 大家问一下 倪萍阿姨 她就是一句话的事 哦 妙招 老师会不会也在班上会说 李苗可你怎么 对 就是在我们大二汇报的时候 最后差不多有六七十人在场 老师就点出来 说那个 李苗可 你这不行啊 你太胖了 你这个以后怎么演角色啊 哪胖啊 说以后只能演那种老一些的人 就是不符合我这样的形象 你年轻人没胖吧 是吗 那大家都是谁呢 这不是怎么来的呢 对啊 那我不知道 然后就是说当演员的笔记点瘦 是吧 这是一个啊 我觉得挺可爱的啊 就是不一定要瘦 不是 主要是什么呢 主要是林妙可在那几年太破了 你想想 所有的人对她那个期望值都很高 就林妙可的未来怎么怎么样 就应该怎么怎么样 那个其实应该给你好大的压力 因为小时候就是人来风 遇到这么大的场面 其实一点都不紧张 但是越到大 越会有一点点紧张 对 因为再过后果了 长大还有网友了 对不对 而且之前并不知道 那个是很大很大的舞台 无知者无畏 那现在就是特别尴尬的问题 就像刚才那妮大姐 问妞妞一样 你结婚了吗 谈恋爱了吗 没有 就是在大学里头 可能大家都会觉得有距离感 然后不太 大学 因为跟她是同理人呢 都知道她 真是 跟前方困扰一样 就是老觉得是这个行业的人 好像就 就有点距离似的 对 都有这样的烦恼 对 没事慢慢找 还年轻 我觉得还是 在学校里还是要好好学习 行 对 我们在这里邀请大家用掌声 来祝福可爱的林妙可 越来越好 谢谢 加油 加油 好 接下来还得找一位 我们一起来看看她当年上春晚的VCR 猴高俊杰 我知道 我跟那一块演过节目 她跳舞她就特别好 来 这不想让她 浪漫和她们耍的花老 浪漫和她们耍的花老 浪漫和她们耍不浪 悬把浪漫 来 来 大张伟找到明年了我跟你说 排空间没见了 来 我来转 来 那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对不对 这是个女的 咱们以后就找误会 那个 那个吧 那我看到了 那个 那个 光头的那个 光头的 是这个位置 我现在猜着对不对 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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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脚 右 我再右 再往上 再往上 上 左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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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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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 是他 就是他 是他 大家好 还真是 来 君杰你当时是几岁 九岁不到十岁 九岁 现在差不多就二十岁的一个样子 当时怎么就选上你来跟周吉伦一起唱这个歌呢 因为我之前一直有跟杰伦哥的巡会演唱会 就周吉伦先跳到你的 对 就是因为我最开始在上海学跳舞 然后杰伦哥有一次在上海开歌友会 然后我是去跳开场舞 然后就让我一直跟着他的巡会演唱会 然后一直来演出 所以你上春满是因为中央电视台找了周吉伦 周吉伦说必须要带我的人 要不然我就不去 现场这么跳有没有一些小状况 因为杰伦哥就是他喜欢跟观众互动嘛 经常就唱嗨了 唱嗨了之后我也就只能是把他唱了 然后我的自己也唱了 他没唱那段你也该唱了是吧 他就互动去了 这就是默契了演了很多唱 你参加完春满有什么变化吗 头疼吧应该 没有 头疼 天天的头乱 不只说转一个 因为参加完春满嘛 然后杰伦哥我也有跟他的继续跟演唱会 然后后来的话杰伦哥就说让我去学习 因为也要到变声期了 对 那您现在在哪里学习 我现在在上戏 上海戏剧学院又是校友了 你看看 杰伦哥好 你好 好好学 好好学 你看 你的未来就是这个 刚大后我就成了你 怎么了 我现在怎么了 长胖后你就成了他 一直在减肥 你现在在减肥 对我是前段时间瘦了五斤 然后脸胖了 这个时代为什么每个人都在减肥 你平时还是要锻炼跳舞什么的 我吃的多 我就是吃饺子能吃五十个 吃五十个 吃五十个 是不是有个坚持叫大胃膀 那你吃盒饭吃盒吗 盒不行盒不行 盒都让李琼老师给吃了 你现在还在练那个街舞吗 我一直有练街舞 因为我现在 质量 跳到军艇 跳得还不错 还不错 杰伦哥说还不错 一伯 好帅气 超帅气 王一伯 一伯是个孤岛王 但是你想白头赢 就要投转 王一伯做法行 没办法投转 不能投转 不能投转 投转了以后要去直发 一伯这个舞很有特色 不倒不 倒不了 我们都不行 一般人来不了 谢谢三位 给我们勾起了许多春晚的美好的记忆 接下来我们要一起跟随他们回到那些年 我们一起追过的春晚 我的爱情 下杯美酒 一杯美酒 心上月 请你把它接受 天生上的 一杯美酒 一杯天酒 一杯香酒 嘿 嘿 耶 耶 如果我好到再生 秋娘都被一只 我把一般来情和自己 把我面走一事 马前走前面子 他爱此还有链子 荒腰的苦衷只酸累子 我要面子 用我的方式 感谢一步历史 没什么别的事 跟着我自己各自 想要当个构机够 想要当个构机够 看我抓一把 就要扑下一条骄傲 辣妹子从小拉不怕 辣妹子长大不怕辣 辣妹子家人怕不辣 吊一串辣椒 哄嘴巴 辣妹子从小拉不怕 辣妹子长大不怕辣 辣妹子家人怕不辣 抓一把辣椒 军杰完美演绎的同时 风哥也跳得非常魅力 天天向上 待会儿见 天天向上 现在继续 这里是由五八同城 独家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 上五八同城新豆节 点亮春节回家路 天天向上提起您 下期看见 在春晚舞台上 大方们一场的舞蹈大师 黄豆豆 最古这个节目是最佳的舞蹈 当时是怎么找到最异的呢 自己把那个家里做菜的黄酒 那个酒后劲比较大 感觉来了 自己就想起来动动 我摔出了七分醉三分行 那个点 对了 我和一博跳舞 我还不只看一个 还hold得住的 他是其中一个 可不过去吧 我和一博跳舞台 赛气跌人 正要春晚金家舞蹈 原班人马到场 时间继续 回忆满满 你家伙都失战了 还失战了 我看你这么年轻啊 我更有自信了 你这话让我这么多吗 我现在是一名人民警察 人民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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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漂亮 哎呦 天才 天才 啊 王一博坐了 太厉害了 可以啊一博 春晚语言组 动向初唱 一新年的小品感 对 你记得多少 你看的 其实我上那个春晚的语言类节目 只有这一次 我是上过四年春晚 哎呦 怎么一回都没记住呢 哈哈哈哈哈哈 此时此刻 已经知道我上没上了 哈哈哈哈 一九 一百八一杯 一百八 司马刚杂刚 司马光杂光 八十十 八十 把我这脸啊 都咋个破下了吗 好 新闻人能清楚 新闻人也来了 想学本尊没问题 就是声音有起 十几届春晚 应该是十七届 我才十三届 他是常客 绝对了 大年春晚起点 天天向上 带着家人一起 回顾春晚明场面 再回首 雷影已远走 再回首 先生 泪眼崩标 留下你的祝福 寒夜换暖我 不管明天要面对 多少伤痛和迷惑 曾经在悠悠暗 暗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